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我现在脸上的这个妆 就是一个比较偏玫瑰色系的一个妆 主要就是用的是这一盘Bitch Cosmetics 和这个YouTuber Carly Bebel 可能是这么念 就是这个YouTuber的一个 合作款 我们现在就开始看看我这个妆是怎么画的吧 我现在呢是画了 底妆然后眉毛 修了鼻影和阴影 我最近皮肤上来不是很好 你们能看见吗 我鼻尖这边有个小痘痘 应该可以看见 我感觉挺明显的 然后其他的我还没有画 之后我今天想要用到的眼影盘呢 就是这个 是Bitch Cosmetics家的这个眼影盘 有玫瑰色系的 完全没有色差 对 完全没有色差 非常非常准这个颜色就是这个色系 其实它这个是挺日常的一盘 我今天就拿它来画 我不能画的太浓 因为我下午还要上班 所以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用这一盘画一个 比较偏玫瑰色系的一个妆容吧 首先占取这个颜色 第一排的第一个颜色 作为一个打底色 是一个哑光的鹅黄色 我把它打在整个眼皮上 会让眼皮看起来干净一点 它同时也可以提亮一下眉骨 是我们来用这个颜色 在刷眼皮折内 再用一个千笔头的刷子 占取这个第二个颜色 打在眼睛的后三分之一处 这个颜色是带珠光的 我们打在下眼尾的位置 是一个很好看的玫瑰金色 然后我们用一把眼影刷 粘取这个颜色 把眼尾预染一下 这个颜色真的特别清淡 然后我现在把眼线和睫毛膏画一下 好现在画完眼妆了 之后呢我们就来画高光 光呢我仍旧用的是 这一盘里面的这一块粉色的高光 这个粉色的高光的话 我觉得它就有点像PK107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以打在苹果机上 会觉得碰碰的那样 然后之后我们选一把 Roe Techniques家的这个Blush Brush 其实这是他们家的腮红刷 但我经常用它来上高光 就打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会显毛孔 但是你们看它真的很亮 可是它会显毛孔 我再试试这边 确实有一点点让苹果肌膨起来的感觉 但是挺显毛孔的 所以这个颜色 这个如果毛孔大的话 这个不能用在 这个不能用在那个 脸颊的位置 脸颊位置还是比较适合打那种 亮片比较细密的那种高光 然后我们带它圈顾 很亮 这个高光很亮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光泽感 这高光真的挺亮的 打好了 之后就来用腮红 我用的是Dior家的这一块 这一块 也是我上个月 还是上上个月就买了呀 就是他们家很有名的这块 变色腮红 但其实这个腮红它上色度非常好 所以就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去用它 然后大家都说它会变色 其实我没太觉得 我用一把刷子 你看出来吗 一点点的粉色 一点点点点的粉色 就可以了 我觉得 就是一点点的粉色就可以了 现在整个妆就是这样的 我今天想要用一只 露华农家这个唇底 它就是标准的那种 玫瑰豆沙色系 我觉得它非常好看 所以我今天要用它 4号是225 我会在后面的爱用品来给大家说 你们看这头 我都用下去好多了 我这个妆现在就已经化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嗯 就是一个比较偏玫瑰色 一个偏玫瑰偏豆沙色的一个妆容吧 然后今天的高光其实是一个重点 就是它真的很亮很亮 我觉得还不错 这盘眼影它的颜色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颜色 龟色系的 然后还有一些金色系的 就是日常完全可以用的 只有它下面这四个高光呢 闪的都很高调 所以如果说你是皮肤毛孔比较大的位置的话 它那个粉色的高光不适合打在这儿 我觉得还是选择PK107比较好 但如果说你皮肤比较细腻的话 这四款高光真的我挺推荐的 嗯好 那就是今天这一盘眼影的一个分享 就是画了这么一个妆 然后就这样 哦对了 对了我新买了一瓶这个定妆喷雾 我新买了一瓶定妆喷雾 是这个牌子的 现在试一下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用过 我先试一下 怎么有一股神仙水的味道 好我现在先喷一下啊 它的喷雾不是很细的那一种 但我不知道它定妆效果怎么样 然后后续再给大家做这个反馈 它的定妆效果 我今天又换了个地方 就是我一直在找好一点的光线背景 来拍视频 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光线能不能成功啊 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屏幕里面看着我觉得还行 那就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吧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